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活得很幸福 有的人活得非常的痛苦呢 记住了 贪心不满足是恶根啊 因为我们不满足啊 我们永远觉得不够 学会几句话 对你们今后的生活 会有很大的帮助 经常说我够了 可以了 我满足了 会帮助你排除很多心理障碍 找到事情 每一个事情的优点 会帮助你排除每一个事情的缺点 有一个父亲 拿出两个苹果 一个很大 但是很酸 还有一个很小 但是很甜 给两个孩子 两个是姐妹 一个姐姐很自私 这个妹妹呢 很随便宜 妹妹呢 经常快乐 这个时候呢 姐姐呢 一吃大苹果 不开心了 怎么这么酸呢 妹妹呢 一吃小的苹果 哎呀 真甜 真开心啊 真开心啊 姐姐一把把她的苹果拿过来 把那个大苹果给妹妹 结果姐姐一看 结果姐姐一看这么小 那就是正能量的心态 如果一个人看谁都讨厌 不管看见谁 先找别人的缺点 那他就是负能量的表现 现在的人 要让别人看得顺眼 很难啊 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顺眼 自己的老婆也看不顺眼 老公也看不顺眼 难啊 因为人的心啊 在不断的运作当中 学博学法 要懂得慈悲之心 看别人都可怜 看别人都是好人 你的心中只有好人 看别人都是坏人 你的心中充满着敌人 所以心中不满 就是看到人间太多的 不如意的事情 今天来的佛友们和朋友们 能够笑得出来的人 说明他还有很多善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笑都笑不出来 他看见所有的人都很讨厌 如果卢台长今天坐在这里 看见你们都很讨厌 我来干什么 因为我的心中看到了你们都是佛 都是菩萨 就说明台长心中充满着菩萨 充满着佛性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